大半夜天色暗蒙蒙 驾驶直直往前看 突然间 喂喂喂 车头怎么突然歪过去 整辆车横倒在路中央 爬也爬不起来 驾驶卡在车子里面动弹不得 易影车 你累了吗 易影车横倒在地就像是在马路上睡着一样 但仔细看车上的五金废铁全都洒出来 散得满地都是 一口气占据了四个车道 警方到场急忙疏导 封闭大约三公里距离协助现场清理 大型机具利用电磁吸盘缓缓地将这些废铁吸进大货车里头 只是这废铁实在太多了 来来回回 从凌晨两点多一直轻到上午七点才恢复正常通车 再起自撞事故就发生在西美市卢州环体大道捷运机场附近 43岁张姓驾驶公车途中并没有跟任何车辆发生碰撞 怀疑是爆胎惹惑 没想到这一翻覆他自己也卡住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 发现是一台一领车挂载子车 经过上述地点时不声翻覆 过程中未雨踏车发生碰撞 这一晚沿着河堤直直往前 车却突然倒在路中央 俗信驾驶轻伤没有答案 但这些废铁卡在路上 阻碍其他这辆通行 好在赶在上班上课接风时间之前 全都清除完毕 新闻荣誉节 听说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